究竟是怎样的经历 让一个无耻男儿这般癫狂 这个男人叫杨华 曾经年少有为 帅才多精 还有着一个恶挪多姿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报胎的老婆 本应该是让路人羡慕的典范 但是天算不如人算 入入社会的杨华被好朋友估有 倾家荡产投资了一个项目 但是却传来了噩耗 项目被嘎了腰子 催债的人每天堵在家门口 不知情的杨华找朋友要钱 其实补偿款已经被朋友私自摸用 投资了一个蒙古包的项目 为了打发杨华 推给杨华一个裸带的大学生 谁知道女大学生刚不没有 只想肉肠 杨华家有娇妻 自然看不上这种货色 哪成想阴差阳错 杨华发现了老婆的秘密 原来日子过得太压抑 偏偏这个时候自己又怀孕了 老婆就和初恋诉起了苦衷 偏偏在这个时候 又偶然发现杨华手机里的裸罩 两个人互不信任 大吵起来 各自诉说着这些年的委屈 杨华摔门而去 他本想回到家冷静几天 却又收到女大学生的电话 原来小弟不仅睡了人家 还把人家的裸罩发到了网上 女大学生想不开 直接割了大动脉 杨华找到朋友 朋友却满不在乎 本应该好好地生活被搞成这个样 杨华和朋友急眼了 朋友却把他当成了五老二 自己则继续回去醉生梦死 这让杨华很是崩溃 偏偏在这个时候 要债的人已经追到了自己父母那里 这让杨华的心理防线攻破了 杨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自制了一个火把 点了朋友的蒙古包 被朋友发现后 把杨华报打了一顿 还美其名曰一笔勾销 杨华开始放开了底线 他像个疯子一样 又点了其余的蒙古包 还毅然决然报了解 揭发了朋友是如何逼死的女大学生 然后驾车逃跑 在最后 他约老婆来到他们定情的山上 向老婆坦白一切 希望让老婆再去娘家借点钱 然而老婆对杨华已经彻底失去信心 而且也没脸再向父母要钱 下山的路上 杨华提起了老婆怀孕的事情 可是老婆却从没和自己说起 他怀疑孩子根本就不是自己了 开始对老婆恶语相向 老婆也受够了杨华的变态心理 不是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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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吵之后独自下车 杨华也驾车离开 走投无路的杨华想起了一个事情 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 他猛的一打方向盘 调转方向 猛踩油门 朝着老婆冲去 手机响起 是催债的电话 我说不好了 你找着 原来杨华曾经接到一个电话 知道了老婆有一份高额保险 所以杨华才丧失了所有人心 警察来到现场 把老婆从山下救了上来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杨华愣在当场 接下来要面对怎样的狂风暴雨 大家只能自行脑补 请不吝点赞 订阅